因此 身为师长若能强调戒律 并教导弟子 持戒的重要时 我都会随喜赞谈 如果你受戒 并过着持戒亲近的生活 你正是给自己自由 解脱罗魁苦 并且能成佛的自由 你的上师持守亲近的三昧也见 和自己本身的上世间 有良好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因为上师要使弟子获得成就 即他能利益弟子的程度 由来于他和他自己的市长间的三位爷 如果你自己 能如礼依止善友 而善友本身的三昧也很完整 就算他只给你几个字的教授 由于他三昧也的亲近 及其力量 那些字句会对你的心 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 他们能引发 对悲心 出离心 永远与死亡的 强烈举手 我甚至会加速对空性的了悟 如果你的上师 没有亲近的三昧也 就一直会有这样的危险存在 你的心将会受到染污 或你会对你的上师 犯下他曾违犯的同样过失 宗格巴大师曾提及 事实就心 以九种心态 以止上师 一 如孝子心 完全遗寻上师的教计而行 二 如金刚心 就算魔类 恶友等等 企图分裂 你和上师时 要如金刚处 永不分离 三 如大地心 无论何时 上师给你工作 无论负担多么沉重 要如大地 完全承担 四 如沦为山心 当你一直上师时 无论遭遇 何种痛苦 要不懂如山 不起烦恼 丧起 此处 痛苦是指 艰难之事 无问题 当它发生时 你的心 应该维持不动摇 不受干扰 或隐而丧心 五 如世间 普世心 就算上师赋予你 种种困难的工作 要如国王的苦意 以宁静的心 来完成它 六 如除惠人性 放下娇脉 使自己 叫上师悲响 七 如沉心 延续心 无论负担 是多么困难 或沉重 要如神索 以欢喜心 支撑上师的工作 八 如犬心 就算上师批评你 激怒你 或不理你的时候 要如中狗 绝不宜 称怒回应 九 如传心 随时为上师往返 永不厌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的当价 生儿育女 是身为女性的天职 对于小玉 我并非一个称职的母亲 除了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没什么能为她做的 就连奶水 也没办法亲自为她 我常在想 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我每天心情地工作 相信有一天 能见到她 我一直疑惑着 我一直疑惑着 能能缠买的姐妹 逐渐离去 是不是都和自己的女儿 见面了呢 这天 我被扣上了项圈 带住了羊圈 大师父带我穿越了许多尸骨 这些尸骨 在我眼中 似乘相似 我觉得十分害怕 脚步停了下来 眼睛的小声音 使我雀跃 原来天文之乱 是这么简单 这么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命运就掌握在 我们对待世界 对待众生的态度上 善待身边的人 慈悲一切生命时 我们就会得到良善的行为 反作用力 这样快乐的生命 是没有对立 充满欢笑与慈爱的 当我们对世界微笑时 世界也就会对我们微笑 我们的整个身体 就是心的形象表现 当身体 乃至环境 发生障碍时 就是我们的心灵 产生障碍 所以一切法 皆以心为根本 当身体发生 讯号时 其实是在反映 我们的心态而已 随时保持一颗 慈悲心 我们将会发觉 自己的生命 身体 乃至全世界 都在跟着转变 佛陀就是我们的心灵老师 世尊慈悲与智慧的教导 犹如世上骗照之明灯 我们接受佛陀的教法 精进地修学 将能照明我们心灵的黑暗之处 使我们勇于轮回之苦 透过此一正觉之道 我们不仅是 依止佛陀为导师 不久的将来 我们也能成为 他人的心灵导师 作曲 李宗盛 生命的大道 通过生命的势态 会有更多的人 听闻佛法 聊着生命的奥秘 走向生命的奥秘